非常榮幸今天可以在這裡 我們跟大家見面 美麗人生教育基金會 和臺北市政府 市立竹書館 我們非常榮幸能夠提供的場地 最榮幸我們也請到新新聞 這次跟我們合拜 新新聞還有市立竹書館的主管都在這裡 我想我多多說 我自己是美麗人生基金會的董事長 李信珠 謝謝大家 大家光臨 提醒大家一下 尤其是各位觀眾朋友 請您先把你的手機 表現震動或者習慣機 為了方便您自己 還有大家的整個會議的座談和進行 我來介紹一下新新聞的總編輯 彭正平 彭總編輯 謝謝他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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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還有我們市立竹書館的權力支持 我們一起合作已經十年了 那麼非常感謝 請原副團長 大家的掌聲 謝謝 還有所有的工作人員 我想在這裡不多說 今天會是一場非常精彩的演講座談會 那麼我就馬上把麥克風 交給我們這次的主持人 台師大的環境教育所所長 葉晶成教授 他常常上電視 很多人認識他 我想由他自己來進行下面的所有的節目 謝謝 請大家鼓掌 好嗎 謝謝主持人 謝謝 謝謝董事長 非常高興今天有機會能夠邀請到在座各位會議 還有我們後面的今天來的來軍朋友們 今天想參與一下下午盛會 今天我擔任主持的角色 所以接下來我希望各位介紹一下 待會兒我們今天整個活動進行順序 還有等一下會發言的會議 我們今天的活動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由台灣大學大七系的 柳中佑教授向各位 進行一個有關於全球變遷不可逆轉的報告 在這個報告之後 我們可以進行後半分 關於2022兵工廠失利的這個事情的討論 接下來就會請幾位的代表還有我們的來賓 一起來就這個題目 大家就各自的認識提出看法 接下來我們會開放讓我們今天在場 所有的同仲一起來自己討論 所以我先向各位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到場可以提交給發言的來賓 首先向各位介紹 國立台灣大學大系科學系的公民劉教授 我們是台灣非常知名的氣候專家 我們向劉佑老師 會向我們大概一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說明整個台灣在氣候變遷的過程裡面 我們所觀察到的一些事項 第二段就是有關於2022兵工廠的討論 我們依照待會兒我們的發言順序 向各位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只要向各位介紹我們中央研究院的王泛森 王泛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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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研究院 梁啟銘 梁主任 我們大家都非常尊敬的張曉東 張老師 還有在台灣藝文界非常知名的許柏英 許先生 還有台灣環保聯盟 所會長王俊秀 王老師 好 我們在座的等一下還有一些來賓 等一下王貴院長在發言的時候呢 會向各位來賓再介紹 那我們今天在座也有一些 我們各界的朋友都非常歡迎各位今天的參與 我先向各位介紹一下我們今天荒野的新任的理事長 賴理事長今天到達 好 我想時間的關係 我們現在就請柳周密 柳教授就開始進行今天的報告 好… 谢谢大家